第129章 专制各种不服 他想瞒也瞒不住的 放出风声的人是宋军 徐伟事后打听了一下宋军的来头 立刻就把一些不该有的念头给掐死了 再说 这位王大少看似鲁马 其实做事情很有分寸 想蒙骗他可是不容易 而且事后肯定会找自己算账 倒不如我都说给你听 想必这个色狼不会放弃清宣冰这块 送到嘴边来的肉 徐伟 你现在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 就白白吃了这个魁 你能咽下去这口气 是不是那两个女人有什么背景 让你不敢下手吧 王管斜眼看着徐伟 他对这人不是很感冒 要不是数次投其所好 送了几个姿色算是上乘的女人给自己 他都懒得大理徐伪 总觉得这名字和他的人一样 虚伪 咱王少玩的是女人 但是不玩朋友 所以和徐伪交往 他始终存着一份小心 王少 我要是骗了你 那我还要不要在南京做生意了呀 那个最漂亮的是香港人 近两年才冒出来的珠宝设计师 另外的一个女孩 是他的合伙人 你看他们这样子 像是有背景的人嘛 手下都没有几个干活的 我说王少 你要是不敢上 这事儿就当我没说过 徐伪指着秦宣兵和雷雷 把他这段时间打听出来的消息 全都告诉了王大少 他知道 这些事情即使他不说 王管也是能查出来的 这会儿 秦宣兵正和庄瑞说着话 可能是被庄瑞逗乐了 笑得是花枝乱颤 挺拔的双风 随着笑声波浪般的上下起伏 悦儿的声音传到王管的耳中 再看着远处 那妙人动人的身材 王管狠狠地咽下了一口口水 不过王大少 还是没有尽信徐伟的话 不知可否地和徐伟闲扯了几句 找个由头就离开了 狠得徐伟牙齿痒痒 却也不敢亲自上前去找麻烦 他可是知道 流传的人脾气暴躁 没来由的挨顿打 就不值得了 赵主任 瞧了 正想找你呢 换你办点事 你帮我查一个参展商的名单 把他们公司的详细资料 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王管要是肯轻易放过秦宣兵的话 那他金灵第一棍的外号 也算是白叫了 离开徐伟之后 王管直接去到 屋于二楼组委会的办公室 刚巧 待在办公室的这位 是他的熟人 王少 名单好说 但是这资料都是保密的 传出去的话 我很麻烦的 王管嘴里的赵主任 有些为难的说道 他只不过是这次组委会 负责日常闲杂事务的一个副主任 没有什么实权 虽然说这组委会 只是临时机构 但是 他要把参展商的详细资料 给泄露出去的话 被查出来以后 那也不用在这夯灯里面混了 赵主任 我王管的名声虽然不怎么样 可是我对朋友没得说吧 你儿子结婚那会儿 去我店里选的钻戒 兄弟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收 得了 这些都不说了 回头让嫂子 再去南城的店里 自己挑件喜欢的 够意思了吧 王管知道 这赵主任是这次组委会借用调来的 他原本是南京玉石珠宝鉴定中心的一个副主任 平时没少和自己打交道 对于老赵的推托 王管自然是心智肚明 当下也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开出了价码 嗨 王少 那怎么好意思呀 就这点小事 还能让您破费了 回头 我让嫂子好好谢谢你 王主任原先 一本正经绷着的脸 在听到王管的话后 立即充满了笑意 赵主任平时在单位的时候 经常帮人出具一些 珠宝玉石鉴定证书 灰色收入也不低 可是没人会嫌钱多呀 这王管既然开口了 让老婆去选一款三五万的珠宝 想必他也不会说什么 至于资料外泄 王管不说 自己不说 还有谁能知道呀 即使别人知道了 自己死不承认 谁也拿自己没办法 以后回单位 照样给人出具证书 楼外快 顶多日后不参与这些 展乡会的筹备工作而已 想明白了这道理 老赵亲热的拍了拍王管的肩膀 回头在桌子上翻起了资料 横冰珠宝有限公司 法人累累 首席设计师秦宣冰 注册地点是广州 为什么不是南京呢 公司注册资金五百万人民币 手里拿着一张资料表 王管读到注册资金的时候 忍不住歪了歪嘴 五百万 这规模也太小了点 恐怕连块原石都不够堵的 就凭这样的资本 也敢趟珠宝行业这浑水 王管这是相信了虚伪所说的话 这公司应该就是这两个女孩自己成立的 想必那个秦宣冰在珠宝设计行业里取得了一些成就 然后就想自立门户 王管在心里冷笑了一下 没有雄厚的财力或者过硬的关系 想在珠宝行里捞饭吃 其实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要是从了我王大少 这事也不是不可以 老丈 谢谢你啊 回头我请你去桑拿 发两个量留给你 随手将的资料表 放回到了老赵的办公桌上 王管转身便走 他这话要是被刘川听到了 肯定会将其隐为知己 不过刘川要知道 王管心里还打着 将秦宣冰和雷雷双飞的心思 那恐怕会拿着把剪斗 将王某人的祸害根给剪掉了 雷雷 你看是不是咱们的宣传策略不对呀 为什么别的公司都有珠宝成交 或者是达成了一些意向 怎么咱们一单生意都没有做出去呀 秦宣冰和雷雷在展台夜景显示戏的旁边 为客户播放珠宝展示的短片 已经快一上午的时间了 来的人倒是不少 但都是向他索要联系方式 或者是邀请秦宣冰共进午餐的 搞得秦宣冰是烦不胜烦 这大小姐何时如此抛头露面的卖过东西呀 可能是咱们出售的都是高档珠宝吧 品种过于单一了 像那些小城市的珠宝店 根本就消失不出去的 而大城市的珠宝公司 都有些相应的供货商 宣冰 我看咱们日后 还是要多在中地档珠宝上下点功夫 另外 咱们还要开中端店铺 只有这样 才能掌握主动权 雷雷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参展的时间比较紧 而他们又在西藏耽搁了十几天的时间 当时就匆匆的从香港公司里 调来了十几款高档珠宝首饰 都是价值在百万左右的 最贵的一款钻石项链 甚至高达三百多万 两人本来想几次 打开内地高端珠宝首饰的市场 没想到 在这里展示了一个上午 询问观看的人倒是不少 但是看到其昂贵的价格之后 连一个达成购买意向的人都没有 算了 让保安把展品收一下 咱们出去吃饭吧 秦宣斌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手忙脚乱的给游客介绍产品的装锐 心中感到一丝的甜意 雷雷答应了一声 就准备去喊保安 展会专门安排了人临时看护贵重物品 他们离开一会儿 倒是不予有失 两位美丽的小姐 能否给我展示一下你们公司的珠宝呀 正在雷雷要离去的时候 一个男生在两女的身边响了起来 当然可以 我们公司销售的珠宝产品都是比较高档的 面对的客户都是一些成功人士 先生 您可以选择一款 由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为您讲解他的设计理念 雷雷一听有人询问 顿时站住了脚步 不过在他说话的时候 总感觉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 似乎在盯着自己身上比较敏感的部位 这种眼光雷雷经常会碰到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量自己 雷雷生怕是自己的错觉 手手移动了一下身体 却发现 那人的目光也随之移动起来 始终盯着自己丰满了胸部 不由恼怒起来 刘川 过来 很明显 这人不是来购买珠宝的 今天在这个展厅里的人 不管是旅游团带来的游客 还是那些来自各个城市的小珠宝商 都表现得很有素质 但是面前的这个男人的眼神 却让雷雷感觉到很龌龊 王管这事心里正在得意呢 他开始看到 秦玄冰他们展台的几款珠宝的价格时 心里还微微有些吃惊 不过随之就在心里冷笑了起来 出售高档珠宝的珠宝商 都是和一些信誉极佳的珠宝公司 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展销会里来洽谈合作 当然 这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珠宝的款式质量 还有价格都很合适的话 还是有一些珠宝商 愿意与之接触的 等自己承诺帮他们代销这些珠宝 害怕这两个女人不实现 两个女人都是极品呀 身材火辣的这个 自然应该不是处的了 但是胜在有经验呀 至于那个神情冷淡 相貌绝美的女人 更是会让男人充满了征服的欲望 王冠已经在心里想象着 和两女翻云覆雨的景象了 身体某个部位的海绵体 也开始冲血了 小子 这麻烦的 身上哪块皮痒痒了 兄弟专制各种不服 正在一阴中的王冠 突然感觉自己的后颈被人抓住了